德国政府9号宣布 计划将在16号起 实施更严格的全国边境管制 维持至少6个月 9月16号开始 德国将实施新的 更严格的边境管制措施 包括已在部分边境设置的检查 将扩大更具体的采取行动 加强国内安全 德国内政部已经 通知欧盟下令在与法国 卢森堡 荷兰 比利时跟丹麦 接壤的边境设立管制 初步实施6个月 此前 德国跟波兰 捷克 奥地利 跟瑞士的陆地边境 已经实施相关措施 奥地利9号强调 乐见德国传递清楚 而强力的讯息 德国与附近邻国边界三千七百公里 新边境管制措施 可能牵一法动全身 会是对欧盟申根区团结的大考验 自去年十月至今 德国已拒绝超过三万人入境 近年来抵达德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暴增 尤其许多是为了躲避中东战火 以及穷困的人 上个月在西部城市索林根持刀攻击事件 造成三死嫌犯为非法入境的叙利亚人 公事新闻黄远玲编译